哈喽,大家好,我是香妹,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马来西亚知名度和美誉度非常高的发展商 一颗窝在槟城槟岛上的县房公寓项目 我现在是在它的泳池区域 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去看它的样板间 以及它的一些配套硕士机环境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Let's go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区入户的区域 就是进入楼宇的一个下客区 我们平时开车假如说是接送的话 可以在这里下车 首先进来呢 这里会有我们的第一扇大门 这一扇大门呢平时呢也都会有相关的保安在这里帮我们开门 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金碧辉煌的大厅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好像进入这种高档小区或者酒店的感觉 这边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接待我们访客来可以暂时休息的沙发区域 OK 那再往里走呢 就是我们真正的业主私密的一个住宅区了 我们需要在这里刷卡啊假如说我们没有卡的话就没有办法越过这扇门了 他这里也是有非常严密的安保的像这边都是需要刷卡的那假如说是我们的访客过来呢 我们就可以刚才可以通过这个可视门铃系统啊连接到我们的业主的家里啊 刷卡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扇门然后到我们的电梯区域我们再上楼就可以去到自己家里了 所以这里是有非常严密的安保系统的包括是说啊像我们的这个头顶都有这种CCTV 每一部电梯里面也都是有CCTV的整个的豪华程度以及它的这种安保呢都是非常好的 好吧我们上去看一下样板间 现在呢我们看的是一个硬线366平纸也就是126平米的这个三宝两位的户型 我现在呢就是在它的门厅的位置那在入部的这里呢他会给我们做好的这个棉花 那铁发开进来呢这个门厅的区域这边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放鞋处的区域啊 当然发展商现在这里展示的呢是这个小的鞋处我们假如说鞋的收藏爱好者的话可以做这个到底的鞋处啊可以放更多的鞋处 再进来呢这个就是大门进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展商给我们配备的这个都是智能门锁啊我们刷卡的话就可以了 那除了智能门锁之外呢它还有用这个Holival的这个可视门银系统啊其实也有一些安全警报的功能在里面 ok啊那我们再进来呢看到的我身后呢就是客厅的区域了然后在左手边呢就是餐厅的区域了所以是这里都客餐厅的面积啊 我们先去看客厅的区域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空间的啊其实面积还挺大的我站在这里呢身后呢身边啊周围都还有很富裕的空间啊 那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啊项目很值钱的顶了在我身后呢都是这种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啊那它还是有库务的我们可以看到 环境非常的好空气也很好天气很清晰 而且今天呢是你以后我能闻到这个迷腐的风荒啊还能听到鸟叫声那在我右手边呢这个好不想望过去呢我们可以看到冰城很知名的这个景点啊集落器 所以我觉得呢这里呢是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来选择的每天清晨我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这绿绿傲然的景观了 ok这个就是客厅的面积了 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它的一个呃使用面积还挺大的那这个项目呢它的好处是它是现房还有是我们可以选择两种配套我们可以选择全家装面包入户的配套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都是全部装好的那我们也可以选的是说没有家装的等一下呢我会也会带大家看没有家装的一个交房标准 ok啊从客厅过来呢这一天的面积其实还挺大的啊我们可以小朋友在这边因为小朋友都是比较喜欢稀稀玩耍的嘛这一片区域完全可以留给小朋友来玩耍啊 ok在我的身后呢这边呢就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啊我们进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厨房的空间 厨房呢真的是一个L型的厨房啊其实厨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空间感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假如说家里我们夫妻双人共同在厨房操作的话这个空间走动都是非常富裕的像我们家里呢比如说一个人在这边切菜一个人在这边炒菜空间感很大啊那我们假如是选择在家装的配套的话像这些啊电磁炉啊抽油烟机啊 这些全部都是有的这边的冰箱啊厨柜啊全部都有的我们买了之后冰包入住就好了 最后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阳堂啊它是有对外的那个空气扭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洗衣服晾晒衣服都很好 ok看完了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等一下去看我们的卧房啊就是休息区域啊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餐厅的区域了现在发展到放的是房桌那这个空间呢因为真的很大所以我们放圆桌也是可以的啊可以容纳啊十个人左右用餐都没有问题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间屋房啊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景观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景观呢是跟我们刚才的客厅一个朝向的景观啊也是看起来就是很有生机然后推开门的话呼吸这种新鲜空气啊对我们的身体也非常的好那现在这里是放了一张双人床在这边的话有放衣橱这个空间呢也是足够我们来居住使用的ok我们再往里走看它的第二间卧房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它的第二间卧房啊第二间卧房呢跟我刚才的第一间卧房的面积呢是一样的它的摆放层面呢也都是差不多一张双人床然后床头柜里面呢有这个刀顶的衣橱这样我们的置物收纳空间非常多啊景观也是跟客厅以及前面的这间卧房一个朝向的景观 ok啊看完了我们再去看主人吧那在我的右手边呢因为刚才说了它是三房两位的项目啊在右手边呢这边呢就会有一个客用共用的卫浴啊 它这个贴丝的设计呢其实有从底部到顶的这个墙砖都已经贴好了就避免了说这个水气的问题会腐蚀这个墙面了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假设我们自己来居住的话可以做一个玻璃的 但是在比多为遇啊这些壁堪的细节也都做得不错ok啊接着我们去主人房那在进主人房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它除了在客厅的公共区域用的是地砖它的窝房区域全部用的是墓地板拆起来很舒服ok啊那我们再来看窝房的情况啊其实窝房的面积真的很大啊现在放了一张Q size的大床我们走动起来的空间还是很富裕的现在我们可以 可以双向冰牌大概有1米到1米5的距离啊这里那它对朝向的一个景观呢同样跟客厅是一样的景观啊这个是我很少见到是说三间卧房和客厅都是同一个朝向的景观啊就比较统一大家在每一个房间看到的景观都是一样的可以聊的话题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今天早上看到有一只鸟那我住其他房间的人也可以说啊我也看到了是不是有很多交流的话题啊 再进来呢这边就是我们一个衣橱的区域了现在发展放在这里呢是放了一个梳妆台啊但是我发现其实在我们的后面这里还会有一个区域的假如说我自己来住的话我会选择把这里作为一个梳妆台的区域啊那这个位置呢我可以留给我的先生做他的一个梳桌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喜好来安排自我调节 最里面呢就是我们主人房的一个卫浴了主人房的卫浴果然面积够大了这边呢还是我们隐藏的可能刚入门的时候你未必看到这一片区域啊这个呢就是一个花洒房啊同样刚才说的假如说大家想要干湿分地呢可以加一个锅里面把这里搁起来做一个干湿分地的卫浴这些地盘也都做好了比较省事啊我们也不去敲敲打打再去做过多的一些装饰东西好吧这个就是我带到 大家看的这个啊三房126平米了等一下呢我还会带大家再去看更大面积的四房以及的啊楼中楼库式的户型我们接下来看的呢是一个1520sqft平尺的一个啊四房 户型啊这里呢同样是一个门厅的区域啊我们在这里可以做鞋除这个面积还挺大的那这个户型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双钥匙户型啊像这边呢已经是一个studio的户型了那另外一边呢就是有三间卧房的一套房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扇门啊同样啊这里也是一个玄关的区域啊我们可以做一些玄关的设计我们先去看这一套studio的户型啊 那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比如说像这种双钥匙的话是可以一房两用的就是我们自己住一套然后把另外的一个单间出租那我们同样也是可以一代三代同堂居住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给长辈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啊 这一套studio呢进来呢左手边呢就会有一个卫浴啊OK再进来呢像现在发展上这里是做了一个吧台的区域啊我们可以自己在这里放一个电磁炉可以小煮一些东西啊平时饿的时候煮一个泡面啊之内的那在这面呢就做了一个衣橱啊哇它做的是这个道顶的衣橱收纳空间非常的多那这个条高呢是有三米的条高啊就很大气 再进来呢这边呢就放了一个双人床啊所以假如说我们给啊长辈给公公婆婆来居住啊这个面积都是足够大的然后在远处呢就是我们的海景啊我们这个朝向呢是可以看海景的所以它是一个海景房啊而且前方的视野呢也非常的好啊因为前面都是矮楼也比较辽阔OK啊这个就是单独的一套房子啊一套studio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套 去看它另外一边的一套三房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啊另外的一边了这边呢入户进来呢这边会有一个餐厅的区域啊再往里走呢就是我们的客厅客餐厅一体都在这边啊刚才带大家看了那套studio它的朝向景观呢是看海景的那它跟我们的客厅呢是同一个朝向的我们都是可以看到海景的啊从窗户望出去呢 视野非常的辽阔景观也很好那它这个项目呢做的也是茉莉窗的采光玻璃啊看一下我们客厅的一个空间感啊刚才我们前面看了那套小套的它的客厅面积也是足够使用的那我们再看这一套大套的同样啊它的客厅的一个空间感也是很好啊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厨房吧这边呢是一个餐厅的区域我们可以放一个圆桌 一个长桌都可以啊可以容纳呢大概七到十个人的用餐都没有问题那在里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厨房的区域了这个厨房的好处呢它是在这里做了一个封闭式的厨房我们就阻隔了油烟的问题啊那这个厨房呢它整个是做了一个啊线条式的这个操控台啊就跟刚才的会不一样刚才是L型的这个是一个整整排的操控台当然啊整排的操控台呢我们可以容纳的人数 更多可能像我们的婆婆跟儿媳妇啊共同在这里做饭啊都可以的那再进来呢这边呢就放了一个啊冰箱当然啊我们看到这边还有预留一个位置啊假如说我们家里的人口比较多我们的储藏食物的空间需要比较大的话这边可以放一个双开门的冰箱啊在里面呢就是我们的生活阳台了这个都是有对外的空气流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晒衣服的话也会很好 OK看完了这个生活区域啊我们再去看我们的休息区域来吧 空间感很好所以走起来呢就会很舒服在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的三间卧房了首先在我的右手边呢会有第一间卧房啊 假如说我们家里的啊有两个baby的话有两个小朋友的话呢就可以各自有自己的独立的卧房 这里有一间卧房啊这个空间也是不错的放了一个双人床这边再放一个衣橱那同样面向的景观呢也是跟我们客厅刚才的景观一样的看海景的朝向那再来这边呢就会有一个公用的客用的卫浴了这个卫浴呢是全部都做好的包括是说像里面有壁看啊我们可以发沐浴的用品都可以OK那我们再去看主人房和另外的一间卧房再进来呢在右手边呢 就会有另外的一间卧房这一间卧房呢跟刚才前面介绍的这一间卧房的面积是一样的只是它的朝向是不同啊它是看山景的朝向啊 刚才说了家里有两个小朋友呢就可以各自有自己的房间小公主小王子都有自己的空间再进来呢里面呢就是主人房了 主人的房的面积呢自然是最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我刚进到主人房的这一片的区域都足够大我大概看目测了一下应该有五平米左右的一个空间非常的宽敞那主人房最亮眼的是它有阳台我们去看一下啊 哇又是看海景的房间啊我们从主人房直直的望出去就是海景而且整个视野非常好啊 但是啊除了看海景其实也是有山景的就是有海景有山景那在我们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公共设施泳池 包括是说这个小区自己做的这个绿化景观都非常的漂亮 主人房现在放的是一张king size的大床啊所以我们看完它放完床了之后的一个赋予空间啊都还是挺足够的 然后这边呢放了一个梳妆台这边放了整台的这个啊衣橱到顶的啊储藏空间收纳空间都很多 再进来我们里面呢就是主人房的卫浴了 主人房的卫浴呢比这个客用的卫浴的面积来的更大一些啊在里面呢就是我们的花洒房 当然这个花洒的话假如说我们要做干湿分离的话就自己改造一下 好吧那我刚才呢就带大家看了一个1520平尺的双钥匙户型 等一下呢我还会带大家去看一个更大的户型啊 这个就是楼中楼的户型 我们很多国内的朋友呢都很喜欢这种楼中楼的户型啊 因为它的客厅是镂空然后整个看起来就挑高非常高 然后就非常的大气 那当然它也是这个项目最大的户型啊 我们现在还有的可以买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吧 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一套呢是2000多岁费的楼中楼外 就是富士的户型啊 那首先这里就是个门庭的区域了 这一套呢就是古代家装的一个交房标准 当然前面已经说了大家可以选择戴家装 或者古代家装 OK啊现在我们已经进到里面的客厅区域了 像古代家装它它这个可视门银系统 这个其实也是安保的系统都是有的 像这些店员开关啊东西都好 那看一下我身后啊 哇 这个小光大莫莉窗景观多么的辽阔 其实在家里招待宾客的话也会很享受啦 真的坐在这里了就要享受这种无敌的景观了 OK啊这个客厅的面积啊其实是客餐厅的面积啊都挺搭的 OK那我们再去看看它的厨房的区域 另外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蜂蜜是厨房的 假如说我们买不在家装的这个就是交房标准厨房是没有做好的 我们需要自己来做 但是这些到底呢瓷砖都是有做好的 在后面呢这个就是一个生活阳台 也是对外空气流通的 在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楼梯下方的一个储物件啊 我们点放杂物 很舒服啊 果然啊它这个挑高了之后啊 整个房间的这种看起来的空间感就会增加大气啊 再往一走看一下 这一个呢也是我阳台的 再过要称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家的阳台 这个阳台的面积呢都比其他的国际来的要更大一些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放一个茶蟹桌 下午在这里啊喝一个茶蟹 或者满在这里小桌一杯都是可以的 那同样呢远处的景观呢也是我们两个的 OK啊那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是一个楼中楼的固形啊 是一个服饰那它在下面呢是有一间卧房呢就从我刚才是从阳台进来啊 这里的也是可以通向阳台的这间房间 这里是一间卧房啊 那这一间呢其实还是一个套房啊 它在里面呢有自己的卧宇的我们来看一下啊 楼下的这间房间呢就可以用于我们家里的孝亲房啊 以免呢长辈要去爬楼梯 就在楼下呢也就会很舒服 OK啊那我们看完它楼下的空间 我们再去看一下楼上的空间啊楼上是有三间户啊 来 在这边呢楼梯的下方这边呢还会有一个特有的卫生片啊 然后现在我们家上楼去二楼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楼梯都已经做好了 而且这个质感也不错 看起来的美观感也很好 来我们去二楼 其实现在是一个自然采光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采光都是不错的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它二楼的区域啊 所以它二楼呢也是真正的三米的条高啊 跟我们国内可能一些富士楼中的不太一样啊 那再进来呢一直过来 这边会有一个休息的区域啊 大家可能看到我后面有一扇门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二楼的一个对外门啊 当然假如我们啊有的男主人加班 或者说是晚上回家比较晚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经过一楼的大门 直接从二楼回家 这一块区域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小朋友的玩乐区 好吧 那我刚才已经在楼下带大家看了这个挑风的客厅区域啊 我们现在再在二楼看一下这个景观啊 是不是很享受啊 假如我们必须在二楼 家人在二楼 小朋友在一楼玩船的话 我觉得看到这幅场景啊 都是其乐融洞的家庭氛围啊 很享受 那再过来呢 左手边呢 这边同样有一个共用的客用的卫浴啊 好 OK 看完呢 它的一个生活区域 我们再就进到了卧房的区域啊 那再进来呢 在我的右手边呢 会有第一间卧房 这个面积呢 这个面积呢 我目测了一下 大概有15到15到20左右 那再接着过来呢 这边有第二间卧房 楼上的第二间卧房啊 跟刚才的前面这间卧房的面积是一样大小的 可以给两个小朋友来组 OK啊 再去看它的主人房 最里面呢 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主人房的区域了 那主人房自然是面积最大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放一个平塞色的大床 然后这边呢 可能要可以早起的时候 或者夜晚的时候 都可以看非常漂亮的景观啊 夜景的话也是很漂亮啊 好 再到里面呢 这里面的这个大床的区域啊 我可以做一个衣帽子 也会觉得这个空间是挺够可以的 在这里做一个衣帽子 在这里面呢 就是我的几个房的卫浴了 那当然主人房是 这个是我看到它的几个房间中 最高档的一个卫浴了 它这里是可以用双洗手台的空间 马桶在这个后面 好吧 那我就带大家看看呢 它的三个屋形 大家假如说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呢 可以来聊一下 那我现在呢 就在我们的公寓去往俱乐部的这个路上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镜呢 也是非常的漂亮 周围呢都能听到这个聊雨花香 像这边呢 这个就是板南叶啊 马来西亚要是煮什么糖水啊 一定要用到的 是不是整个环境都非常的舒服啊 我们现在就要去俱乐部 看更多的像KTV房啊 然后羽毛球场啊都是有的 我们走吧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项目啊 这里真的是一处室外桃源啊 风景特别的美 然后环境也非常的清新 然后聊雨花香 然后呢这个发展商呢 是马来西亚知名度 及美誉度都非常高的发展商 EcoWall 所以我们买的可以很放心 再来的话这个项目的配套设施非常多啊 包括我们刚才有看到的啊 游泳池啊 健身房啊 桑拿室啊 还有这种KTV房啊 雨球室啊 那它还有的设施包括有啊 24小时的这种啊 医疗护理室啊啊 还有这个室内的高尔夫模拟练习场 还有我右手边的这个室外的高尔夫小球场啊 它的配套设施非常的多啊 总共有高达37种的配套设施 那再来呢 它是一个线房 我们可以买得到看得到 而且这个线房呢 它的一个绿化保有率是高达7成啊 所以说它整个的建筑面积呢 只有三成 那刚才已经讲了 它周围的环境很好 它是一个山景房 它也算是一个稀缺的山景房啊 在槟城我们可能说 大家要找海景房 那整个都会比较多 但是我们要找这种山景房的话 相对而言会少一些 啊看完 我带大家看完这些 大家有没有心动啊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这里啊 它的一个价格呢 我觉得也是性价比挺高的 假如说你也喜欢这个地方的一个项目 也喜欢这个环境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聊一聊 我发给你更多的讯息 好吧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假如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点赞并关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